政府自然有善 民間力量無窮 首先要感謝我們的張華友籍 在我們的張耀宗 我們的機長的用心 連心五人 都為我們的做一些公益 當然去年 尤其在我們演員友籍這方面 又積極在所有同仁非常有愛心 募款了十四萬的機會 到了我們西漢納那個烘培中心 購買了三百二十八號的夜餅 首先來拜訪公司說 希望我們艾林事務所總共四十一個禮 可以當做公益到我們各禮 我跟那個經理提供 我說因為在過年過節 在我們的中低收的部分 已經很多人有在關心 我比較希望在邊緣戶方面 我們多來照顧 因為大家知道說 邊緣戶有很多情況 因為我以前當市指會的會長的時候 我去做一些可以說那個動力慰問 當然到那個邊緣戶去看了 才發覺說 其實很多邊緣戶真的 值得我們去幫忙他們 因為邊緣戶大部分就是什麼情況 因為邊緣戶是說一般 有的人因為有一些 就是說不動散的問題 會說共產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申請中低收 所以他們真的過了日子真的很困苦 所以我希望說 一些民間社團可以 多關心一些我們的邊緣戶 這也非常非常重要 當然很感謝我們有請雷信五連 來關心我們的那個弱勢的執勤 很感謝我們的張機長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劉市長 來舉辦這樣的一個贈送的儀式 那我想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又來臨 那我想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又來臨 中秋節我們都會家家戶戶 利用這個節日會團聚在一起 來享受我們親情的溫暖 然後我們享用中秋節的大餐 就是說過得非常的和樂愉快 但是呢 我們還有很多弱勢的族群 他們是沒有辦法像我們這樣有親人的陪伴 還有在物質生活這樣的一個美好的享受 所以說呢 這個很需要我們社會大眾共同來關懷他們 那事實上 我們在郵局方面 多年來一直都有在協助我們喜安兒這個福利機構 他們這個每一年的中秋月餅 我們都大力來幫他們推銷 這也是輔助弱勢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在推展這個喜安兒月餅的過程呢 其實我們每一年 彰化郵局都非常的用心 大概都有一兩千盒這樣的一個績效出來 但是在我們這個推展的過程 很多的顧客也表示 還有我們的同仁也表示 其實呢 我們如果說買了月餅 然後再去贈送給弱勢的這個族群的話 就更有意義了 可以一舉兩個 這邊呢 生產這個單位我們也幫助了 然後在消費部分呢 我們也協助了 這是一舉兩個非常好的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那今年呢 其實我們園林郵局 過去也曾經有做這樣的一個善舉 但是今天呢 謝謝我們的郵市長 辦理這個活動 讓我們這個社會大眾更了解 那我們今年 我們園林郵局他們的顧客 還有我們的同仁呢 共同發揮了愛心 總共募集了328盒的喜和兒月餅 我們準備要贈送給園林附近 41個里的弱勢的族群 弱勢的族群 我相信這樣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我也非常感謝園林郵局 所有同仁有這樣的愛心 有這樣的愛心 來幫助我們這個社會 那今天呢 我們也借這樣一個場合 也希望拋磚引玉 拋磚引玉 也呼籲我們的社會大眾人 也能夠 也能夠多多來幫助我們的弱勢族群 像陳如剛才郵市長所講的 真的是還有一些邊緣的族群 我們這個需要我們來幫忙的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 藉這樣的一個機會 來呼籲大家都能夠發揮你的愛心 來協助他們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 師比獸更有福 我們讓這些弱勢的族群 也能夠得到我們的溫暖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協助他們的人 也能夠得到更大的福報 所以也希望我們大家 多多來協助我們弱勢族群 讓我們這個社會能夠更和平安詳 就大家都能夠 都能夠獲得是一個美好的生活 最後呢 我也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女